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間 來到星期三, K-Lead 還有一場衛山現代一隊FC大優 這場球是6.5, 開球 看看這場球的主要和 現代在排第一位, 1.87, 被看好那一隊 FC大優其實也不差, 排第四位 但比他冷落一點, 3.6 倍 讓球方面, 現代讓平手半球, 1.7 在這場的盤子, 感覺上是看好現代 但1.87, 或是讓平手半球, 覺得有點鬼鬼的感覺 所以這場球中, 選擇主客和和 3.2倍, 索性因為這場球 感覺上, 大優未必贏得 當然, 買下半球比較穩固 但2.1倍的話, 如果真的和球也贏得一半 不如我直接, 叫做 進取一點點, 買主客和和的和 那怎樣選擇呢? 那我先看出分榜 現代第一位, 大優就 第四位 在積分方面, 其實只是差幾分 那我先看一看, 現在主場 6場球, 5勝1負 但大優呢 13場球中, 是5場的和和 所以他踢得頗為穩固 所以這場球, 我感覺上 都不會說 這場球不會輸 所以, 你先看一看 本身大優對著現代 這場球的情況下 現在主場對著6場 6場中, 4勝1和 就是1負 數據上和排面上 全部都是 一面 大優 但是, 始終一樣 但是, 賠率上 賠率上 明顯上, 有些隱憂 始終你1.87的主場和 還加過 平手半球讓球 給你買的話 我 無論如何都不太相信 這麼大的 甲拉隨街跳 所以 進取少少選主場和和 和3.2倍